我今天去见了一个 也是大概10年的朋友 他是一名设计师 他今天送我的宝贝女儿 口罩吊带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我觉得很方便 我真的是看到这个 我心里一直在想 其实是应该分享给 你们大家认识一下 现在市面上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每次吃东西的时候 你们会把口罩怎么放 就是小孩子 我们口罩戴上去了 就是我们去读书 我们做工 口罩戴好了 OK 然后如果你现在朋友请你吃东西 吃不东西就会拉下来 你会很辛苦 然后我每次是 吃饭也好 或者是跟顾客聊天都好 我会把手 我会把口罩 就是这么带我 可以吗 我们会这样带 然后你们驾车的时候 口罩放哪里 讲真的 我每次 一上车 我就把它拆了 折了 就放在我的 另外一个座位旁边 如果现在我们有了这个东西的话 你去巴萨也好 你去巴萨也好 去哪里也好 就这样 OK 好像我现在出门 OK 我上了车吗 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吗 对不对 我就把口罩摘下 我就把口罩摘下来 然后我要下去买一下东西 他会把口罩戴上去 因为我发觉到有时候有一些人 他们把口罩放在车上了 然后我自己是会啊 我要下去买东西 我会忘了拿口罩 我还要再到尾去拿我的口罩 其实这边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我这么推荐他们家的是 你可以自己设计自己所要的东西 所要的图案 好像这个结 这个结 你不要紫色 我要蓝色 也是可以 这个东西我要换 Unicorn 它也是有 然后这里我要放我的名字 家名字 这个是我女儿的简写 Val 我女儿叫Valerie 所以这个是简写字 所以你不怕小孩子如果在学校啊 她弄乱了她的口罩啊 还是什么 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们有什么公司的话 这边也是可以放公司的名字 其实是很 很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很 很乐意去分享给我的网友们 还有我的宝贝姐妹们 其实他们有在Soupy在买 然后你们可以通过Soupy的link 跟他们下单 你要多长多短 她都有 他们也是有专设计给一个宝贝的 还有设计另外一款就是 妈妈把孩子的 口罩夹好了 就是夹在她的bag旁边都有 这个是我女儿的 OK 所以她现在去学校我也不怕 因为有时候去学校问她你的口罩放哪里 偶尔吃东西的话 她会放进bag 或者是放进口袋 其实是很不卫生的 Fone她有了这个她很开心她说 因为她的衣服是黑色的嘛 所以是matching matching她的衣服 这个是我 她送给我的 她设计的 她独家设计 OK 其实她是很容易 容易配戴的 只是把她这个东西打开 夹在上面 我们就这样子直接上去嘛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妹妹 我好像穿了耳环这样 嗯 对啊 然后你不要的话 你现在说 OK 我的餐点来了 我想要吃东西了 就把这两个拆下拿下来 如果你觉得吃东西 小孩子吃东西会弄到肮脏 把它移去后面 然后这个链就在前面 其实是很方便 叫她帮你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 就是全家人都可以用的 就是每一 家里每一个小孩啊 爸爸妈妈老人家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其实她的价钱都是很大中落啊 她那边也是有设计好好的那个 款式 所以看一看你们要每一种 也是可以送给朋友啊 圣诞礼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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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她很轻 然后她不会说仿实实 其实是很好用的 我刚才给我这个 我真的是很舒服 我吃东西都很放心 不用一直放在手 不是放在手 只是放在我这个 这个手臂这边啊 还是放在桌子 其实是很无卫生的 好